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3月7日下午 习主席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 对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 就贯彻依法制军战略做了突出强调 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依法制军实践取得的重大进展 系统阐述了依法制军战略深刻内涵 并对贯彻依法制军战略做出具体部署 近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强调 要把学习大会精神 特别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纳入团级以上单位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 切实统一思想和行动 一是紧紧围绕迎接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二是紧跟国内外安全形势发展变化 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 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 三是抓住我军建设发展窗口期 狠抓十四五规划落实 深化改革创新 加强战略管理 努力在发展上跑出加速度 建出高质量 四是贯彻依法制军战略的部署要求 强化党队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制保障 运用法制规范 练兵备战各项工作 加快制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